進度三之糧 各位法師 各位 居士 大家奧彌陀佛 奧彌陀佛 啥子 我們這個工作 先問到 這個 我們 萬興師 中路 雄伯 名中路 主筆引力 萬興師 主義師傅 主筆 提供好的政策 而且 我們高雄 非常多的單位 尤其是 人流請 和電信 中華電信 學會 學生團 他們 都有這個 本部長地 才讓我們 工廠 可以永遠來 正面 非常感謝主義 法師 技師 一同 來 來臨 我們這個工廠 今天 下臨 要來自衛道 研究 這個 佛法的 道理 三豬 天台 告你中間的 政策 三豬 牛 那 我們主要 是要來干涉 還是要來解釋 這個政策的三豬牛 主要是要解釋 進度三豬 這兩 這是萬英 是因為 他講 佛法抗大 那 這樣 對政策法文 的 鋼帥 也有種種 的角度 有親 有親 佛法 廣大 對於進度法文的解說 也有深有錢 有親有親 那麼 下臨 這個 中道 用載之後 希望這個 我們萬興師 會 我們在這裏 叫了一檔 用載之後 來到這個 會檔來看看 那麼 在我們的門口 有的 我們 公德念佛會 廣德念佛會 會長 才能噴 會在那裡 到宗嚴 這個道長 他本人好像是沒有來 不然五歲到 這樣心裡是有夠 我有了解 那 那 在這十五年前 那 那哈林就是 有來來高雄 差不多一九月來一次 還是兩到 那麼 那也是有 跟各位研究復活 十五年來 現在 落到小小 當然 有人請我們下去 那個時候 就有人告訴我 他說 他說 我發書 你要採訪 告訴我 我們未來的 怎麼 意思 大概就說 真 真 有名 怎麼 那時候 我聽到 就覺得很恐怖 怎麼有人這樣想 那 才有人 為 這個 工廠送的這件事 跟那個 有多少人來聽 啊 跟未來的 怎麼發洪動 來面倒臉 你說 嗯 怎麼說 我們今天的學府 到底是要做什麼 我們今天的學府 實在說起來 還是這件 可以說是一件 很恐怖 還是很痛苦 的事 你知道嗎 不可以這樣說 是 這樣 你看看 一個中間人 啊 叫醫生 鑑定 說你鑑定 三季的 那麼醫生 告訴你 你明天 歐臨 來臉 我替你解釋 解釋說你的臉情 怎麼樣 你要用什麼 藥來幫你醫 你是很高興 找了很多人去聽 聽了 又落音 又掛入音 吸聲 又掛炒灰 覺得很高興 那才是用很慎重的心情 很慎重的心情去聽 哪一種 蛤 哪一種 哪一種 一定是用很慎重 那麼 很慎重的心情去聽 我們怕你下婚了 不是要好勝 哪一種 哪一種 還可以成功 哪一種 哪些 哪 junt 哪一種 哪一種 哪些 哪些 哪一種 哪些 哪個 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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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一下師父 我們這樣 歡喜就好 聽見就來參聽 找到一個師公 比較有趣 比較多人聽 比較有名 快來 快來 哇 他也在辦幾宇 趕快出來 他去幾宇 這樣覺得 我們也找到訊息 厲害 我們是用這種心情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你不敢回答 我看你們都是這樣 這種心情比較多 所以你不敢回答 所以說我 那時候我聽到這種話我就知道 今天看到那個話 我就有一個很親的感受 我如果是來這裡嗲嗲 我如果是去嚴重嗲嗲 那我敢問什麼人會去嚴重的面前 那大門頭前那裡 給我寫一個 歡迎法總法師來嚴重開桌 哈哈 敢問人會這樣笑 我相信沒有人會這樣笑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我 我超超出來公經的時候 23日 今年如果算4日 42日 我會怕 我怕死 其實 一二十人當中間 我 不是我自己知道 我就算公經了 這個一二十人當中間 我 再來看這個電視中間 有種種的公經數學 或是辦妇伯的工作 沒有啦,看他的題目,怎麼是聽他的內容? 我覺得跟20多年前的題目都沒有什麼差別 表示我們的進度,這20年來,他所幸處聽他的內容 沒有也沒有差別 那又是他花花的題目比較多 怎麼跟你們的孩子到底想我? 學會怎麼會快樂? 學會怎麼幫助你的需要成功? 也就是說怎麼來黏訓? 這位很普遍的題目 譬如你們聽聽的到底是多配 也就是說你們聽聽的人都沒有正常 沒有,沒有成長 很少人懷疑,也很少人恐怖 因為20多年來,如果說一個鎮金給我輸 還在說這些內容 他自己不生長 也讓大眾、疼人都不生長 那問題是,有法是要來自賓的 要來自療性、突出一筆 看這個萬世,聽驚的人並沒有那個生活 笑笑的歡喜就好 你現在如果流流說得比較親 百分之八十分 你不在乎說親 說親人就怎麼說? 說得沒意思 聽人不懂 問題是,有法是不說親下去 我們的生活、心情的變化就不會親戚 我們對生活這件事的感悟也不會親戚 我還要來這裡說的時候 我們有法師,好像是在頂法師的看 就問我們這個 親戚拿青龍師的師傅說 他法師傅是要說國父還是說台語 我都說,不然說台語好了 對,選舉來的時候就說 啊,家傅,說台語好好好 我們現在都現在是老菩薩 這樣台語才聽得有? 太了,二十年 二十年現在都老菩薩 現在二十年也說是老菩薩 啊,少年菩薩沒有一招會都會去 啊,那些二十年以前 那些少年菩薩聽得到 現在二十年後 他變老啊,變老菩薩了 那麼還在聽 很普遍、很一般的這個 佛法的這個 聽到就開心就好 這樣喔 那麼到底我們父門裡面的基師 到底他想要收行嗎? 如果說基師不想要收行 我告訴你,師父都是由基師來的 師父不是由天上落下來的 啊,基師不想收行 一句話說就是師父不想收行 大家都不想收 沒有人說 說開心,聽到開心就好 這樣會慈喘 有話是 基會的解決 為金本 涼粉是要讓你保證 在世的時候 煩惱行方 減少煩惱 人民眾之時 無由恐怖 決定忍生 是不是要讓你這樣 所以我不管怎麼說 我是說謹慕的也好 我不是說謹慕的也好 我都要保持這兩條件 來完成 也就是說 讓你們現前聽到 有辦法收容 怎麼會這樣 降下我們現前的煩惱 讓我們的未來 對世事有所拔 佛法的講解 佛法的目的 就擠而說 那就是 小福現前煩惱 那麼面對未來的生死 有把握 這個是 你說佛法 說進度法門 不說進度法門 都要朝這個目的去 都要求這個目的 所以說 如果是訓問裡面 到處的鑑禁作法 都是因你 只有訓問而已 你也一定在訓問 想要收音的人 到底是要說什麼 是誰人要說給他聽 所以說 今天我們選這個帝國 可能會比較親 但是目的不是要親 目的是說 你確實 讓主委對兩分 不是只有憑慈而已 是知道說 他是有道理的 知道說 他是有方法可以收的 甚至知道說 你收下去是有好的 那不是只有信而已 是有原因 有道理 有保證的 所以 你希望說今天 這個帝國所和各位說明 就是主委的 第2個部分 是在這裡 所以在這裡 說 進度法門 說是說進度法門 為什麼要專門來說 天台中的進度法門 表示說我們不是只有寬心而已 也不是只有跟你說 進度法門 怎麼好 這樣而已 是要跟你說進度法門 到底在活法 你的細工 你的這個汙條裡面 他的經理是什麼 他的真理是什麼 你起修的時候 你是用什麼心情在起修 你起修的時候 是用什麼心情 你起修 反正各位說嘛 你黏河 到底是因為無影子 沒有黏 或是因為黏到無處 他沒有黏 他沒有聲音 沒有黏 他沒有聲音 他沒有聲音 沒有黏 這些都是你過去的事情 不過 希望 我幫你解釋 這個 我會的黑道 跟黑人 所解釋 是要希望給你 你不管是有幸福 沒有幸福 哪一年有信心 沒有信心 都最後 會保證到 哭你 怕到說 量嘴量酒 你都是有幸福 並且是有信心 你要給你辦這個道理 要讓你不管是有時間 沒有時間 念多念少 你都是有興趣 而且是有信心的念 為了要照到這個目的 我們就要說道理 給你聽了 不但要說道理 就要給你聽了 就要分析 種種的道理 有清有清 為了讓你能夠了解 這個念佛法門 道理的內容 能夠歡喜的念 那麼還要告訴你 有理論 那這個理論呢 有深有淺 那麼從淺到深 那理論是怎麼樣 因此 念佛法門 何以自圓自盾 是怎麼說 清到清的道理 都可以黏佛 但是是怎麼 政党法門 你不把你 它也是清的 你把你 它也是清的 那麼 清的道理 可以清來用 但是你在清修的時候 你就知道 它中間自有 清的道理 你要作用 那就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就打拼的人 我們如果吃的油下去 那油子 注重來 你我們的生活在地邊 我們不知道它在地邊的原理是什麼 是怎麼做到地邊 怎麼做到地邊 怎麼做到調理你的生活 我們可能是不知道的 但是 你不知道沒關係 我可以跟你說 你吃下去 它主要那個效果 所以說 有一天你如果想不吃的時候 你會知道 雖然吃油子的動作很簡單 但是油子放在心中的作用 是非常輕客 不可思議的 因此 你對吃油子 蓋到很輕的信心 你就會開心去吃 那是你吃一顆 跟吃十顆 效果都一樣 都知道 哦 它都有那種光靈 雖然說十顆效果比較好 但是一顆 它的效果也會出現 那是什麼意思啊 你黏粉 你黏都好 當然很好 你黏都好 有夢想 你也要知道 雖然夢想是出外 但是只要你黏粉了 那個符合在你的心中就產生作用了 是產生什麼作用 是你怎麼產生作用 你敢有辦法相信 它會產生作用 產生什麼作用 你打妄想 生煩惱念佛 也有作用 也有作用 產生 為什麼能有作用 憑什麼它會有作用 那我怎麼敢保證 它的作用一定對我的往生有幫助 我信得過嗎 我提得起嗎 我們今天要說的 就是要解除這件事 你們聽不懂 聽不懂 沒關係 因為要不開始說 但是 我們希望說 用這種方式 跟你們介紹過 你會建立一種心心 如果你說政党 他說什麼改定 說什麼短暫 說什麼關係 你都知道 你還沒買 但是 這種政党法文 你說的時候 我說 你體重 你都知道 擺尾 哦 他牽的 擺尾 他這個 擺尾 擺一點 所以說 你聽不懂這種 黃泫 很能 остан 如你黏沃 的不同 這個方向 你就不會賣 有人說黏沃 moet七八萬元 都要這樣做 你教導 是 Wa Derek gå家 我們怎麼會這樣 但是有人這樣說 有人說 黏乎要翁身 你如果沒有一心不亂 你喝中才有可能翁身 待會這樣 你是要怎麼收 黏乎你如果沒有全心黏 你是脆皮你黏而已 是不好 是啊 但是我們大部分都是脆皮你黏而已 待會要怎樣 你是要再黏著還是不黏著 你要打鍋來黏 就煩惱當 手壓桌 身體不好 不然就是海呆 就常常都沒時間 你沒時間 驚你沒時間 明天就沒時間 驚你沒心 明天就沒心 明天就沒心 所以說 有時候政府法文 說起來是很方便 但是呢 你開水過程中間 會輸人 退市道心 再來 有人去做黏 如果去做黏的時候 保證台的人都給你做黏翁身 有人怎麼黏 嘴也鬼鬼 蜜蜜蜜蜜蜜蜜 身體也頂頂 不要這樣 你是要怎麼有信心 煩惱滋味 我們都會感覺到 正常說 說起來很簡單 但是 什麼力量 可以在我們的心中 支持我們 一生不換地露 不發育 發育量 臨中的時候 不會發育主義 不會發育佛法 不會發育佛 疑字 疑佛 疑法 不會這樣發育 不會在臨中的時候 起三疑 疑自己業障重 疑自己念佛不夠 疑法 那麼疑呢 佛呢不能來接 或者怎麼還沒有來接 那老師在那裡七上八下 有人臨中的時候會這樣 他痛啊 他難過啊 他求佛趕快來接癮啊 那一求二求佛都沒來啊 他開始懷疑佛不來啦 懷疑佛不來 懷疑佛 懷疑佛 懷疑自寄 念中起三疑 肯定沒辦法往生 你如果做念你也起三疑 他怎樣 他自寄二重生 他發 怎樣 他自寄怎樣 他自寄說 我沒有公帝 我現在有辦法念佛跟做翁星 你跟做翁星 就不是靠你的公帝 你是多歲的公帝 是不是這樣啊 但是很多人都這樣想 我平常現在沒有你念佛 我敢有辦法念佛給人翁星 不是你念佛給人翁星 是他要發完翁星 阿佛有本緣來接 那跟你沒關係 不能說我沒關係 我相信你做念 你是介紹人而已 知道意思嗎 你是做介紹人 所以你需要的是把這個法 介紹給這個夢想 你平常要有辦法介紹 我們暫時暗下 比較聽說 譬如這樣 你懷疑自寄 你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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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平常是 不然你吃財 你怕我做吃財 放錢也不害我 就死死了 這個借人跟佛跟翁星 你懷疑 你懷疑 第三 大家懷疑不懷疑 這麼離開 跟他無法給亡生 阿佛說開始 跟他無法給亡生 這輪的你就懷疑法 所以你去幫人家 註念 讓人家不能往生 也有三個原因 疑治 疑他 疑法 疑自己 懷疑自己 沒有什麼功德啊 念佛怎麼能幫助人家往生呢 那麼懷疑什麼呢 懷疑他 懷疑他一生都沒修行 那怎麼能往生 然後再來就懷疑什麼 懷疑這個法 大家都念得不好啊 我們這個念佛團剛成立 念佛又不整齊 隱慶敲得又快又慢 一下快一下慢 還敲隱慶的人還打瞌睡 那這樣子這個法 大咧 這樣子能夠讓人往生嗎 疑治 疑他 疑法 所以說若治 若他 自己往生 自己臨終往生 或者叫祝念幫人家往生 都有三疑 你起了三疑 你往生 那最後呢 幫助人家往生的 祝念人家往生的 還會第四疑 那其實也是第三疑 疑法 怎麼樣 好 八小時總算念完了 背休息把它黏掉了 那裡 怎麼了 啦imy呀 王生臭跑跑來跳這彮 哇 好接下來 沒有啦 一方離れる 很滑 草 最常是我們眾生的夾來現,是我們眾生的夾來現 那不一定的 你看他講臉嗚嗚,那是你的眼睛看的 有人都生起來,整身都冷、軟、軟 但是你的眼睛是頂頂的,所以你看到它是嗚嗚 所以那又牽連到降致念的人的心情 和疑惑人的心情 那你搞不清楚啊,你離開去夢想啊 說,嘿,人家說降致念都有口哭 你說,我當長者,你這樣黏著八點筋脈,頂空空 鴻仔嘛,好好好 啊,還會比較慘 現在黏黏的說,師父啊,我太厚了 那長者在衝就厚了 我在黏黏的這樣,回頭都很奇怪 不然你也把我拖拖的,他吃爛 你看看後那種的 不要笑,你們家就一定有這種人 你們如果有廣德念我會來,那中間就比有這種人 他們都在廣德念我會來給我打報告 說我們那裡有什麼人,什麼人 都會這樣 是不是啊 你看你去做了,你自己就嚇到 我到底是你要,你是有信心嗎?有信心嗎? 你這種信心,你怎麼做?有辦法做人去振聲嗎? 他就說,所以說啊 如果說負面裡面的鎮金索法,說政党法文 就越少,將來不信的人就越不信 不信的人就越不信 不信的人就越不信 所以說要用道理來給你改革 去疑心心 要用道理來去疑心心 要用道理來去疑心心 所以說要用天台的角度來考慮這個政党法文 要用天台的角度來講,禁毒法文原因是這樣 禁毒法文不用說那麼親,政党法文不用說那麼親 不用說那麼親對某一種人來說是真的 有信心的人 不用講聲,禁毒法文不用講聲也是可以的 只要起信就好那也是可以,也是可以的 怎麼說呢 對這種真有信心的,過去真有聖經的人 譬如說,我,財侯,師傅 真有聖經也不是 但是你要知道,我從後來就聽到藍茂米豆腐 到現在我五百塊地獄 二十萬年,我五百塊 要二十萬年,我五百塊地獄 這是不是有聖經我也不知道 但是有的人在經典的上方說 有聖經是怎樣 他頭一次聽到藍茂米豆腐 他就老鼻子靠到尾眼睛出貝 你有嗎? 你有聖經嗎? 如果有那種聖經的人 可能怕你這節你就不用聽了 你整起家裡念就好了 不用聽到我這裡,他要這樣教講 浪費你的時間 他經典上方說 文變信售,起大歡喜 歡喜衝片身 聽到就信售,歡喜衝片身 他就不再懷疑,他就貴氣勢有受 這世就不應付 他剛才聽到藍茂米豆腐這樣而已 知道說藍茂米豆腐的本願如何如何 他這樣聽起來而已,他就都不用去懷疑了 一生性到處 他就不放,不放,你把頭剁掉他還是不放 這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說,我們如果信阿彌陀佛 他就不放了,他就把他咬住了 他就把他咬住了 把他抖到頭上不放,頭到頭上不放 頭到頭上不放,什麼意思啊? 什麼意思啊? 就是說,種種的人跟你說啦 說世間有做,現在改帝毛叫人不要念我啦 那又是說,現在有受到什麼法文,剛才好 他就跟你說,那很多法文叫,那太陽神變 總種種的方便,若佛法外,若非法說,若如法說,若法率,非法率 種種的率,種種種的方法來講的,你呢?都相信你 不放,哪個字叫你幹嘛?你如果再念,要抖頭 你再念我,斬掉你的頭,你照念不悟 照念不悟,照念不悟,像那隻比一樣,咬住了,不放,頭回去也不放 你們有嗎?有嗎?有嗎? 打破我這麼幾個而已,標識其他人都不敢,我們要過放 你們要知道,我們都不用客氣,不用打破我沒關係 我又要聽你們打破我,聽清楚最重要 我跟你說,你們是比,沒錯,但是不是加薯薯,是加錢 你知道嗎?跟四萬棒,在這裡找的是這樣,所以可憐 我們就是這樣,加不到命 有這種人,那麼我們衡量一下,我們可能不是這種人 我們想看看,我們可能不是這種人 我們流流的加熱,不加熱,沒有事情會被加熱,會亂量 事情發生了,叫天、叫地、叫爺 叫醫生,要做醫生 就感情,要快來做醫生 你知道嗎?就感情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你掛好了,西方掛好了 知道嗎? 那麼怎麼樣呢? 準備要來嗎? 你如果要這樣轉,就是說你這個人對信用歐蜜道還要信得到 你如果是聽到的,就覺得人家死了,崩壞了,腳軟了 沒辦法走出來,要走出來的便宜,就有人把你插出來 為什麼這樣呢? 我們對這個歐蜜道的信心和歡喜心不夠 所以啊 所以說啊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次第的 以天台的角度來講,禁堵的三枝糧 是重要的 原因呢 就是說啊 我們對政党法文的信用 有時候是跟著什麼呢? 跟著這個路水一樣 表面過了 有 那麼這個 煩惱恰性的在頭上就沒有 所以說很弱 因此我們要去做 我們要深深的理解 因此我們要親親來理解 幫助我們覺得怎麼樣呢? 覺得那個鼻咬掉的不棒 就像我們的鼻一樣 我們要懂那個道理把它咬住 要把它咬掉 要有這個方法 所以我們今天要把道理講深 原因在這 你說深 那你保證要讓你聽得懂才可以 你說親 所以說要親立遷出 要深入遷出 好 那麼目的是要做什麼? 目的就是要讓你對政党法文的 細心堅定 我剛才已經說了 對吧? 所以我們今天要說的題目 目的是要讓你受行受政党法文 所以以天台告理來講 我們不是要說天台的道理 而是要說黏忽的道理 這樣第一氣氣 第二呢 有辦法讓你當身成就 讓你當身成就 當時呢 也有辦法讓你 怕你開始受傷 就有一種歡喜的感覺 就有一種安定的感覺 一種安定的感覺 不會再怎麼樣 人云亦云 人說你在這裡人口 都不會不至於這樣 都不會這樣 要這樣做 真重要的就是要你去穿上去 好 我們開始 來跟各位說明 念佛 念佛 禁度法文 禁度法文 你的目的 不是 當然可以抗互 但是不是抗互 為作為重點 是以忍心為重點 是以往生為重點 我們是 你要忍心 面對的是 你忍心可以死一次而已 人死一次而已 人死則死一次 因此 沒有可以用常識的 不能用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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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須一次 就到位 你必須一次你就對 你必須一次你就對 如果不對 不對 後來死人又再來 那很恐怖 我剛才說 很恐怖 我剛才說 很恐怖 就是這樣 那一次 我們必須要知道 到底我們念佛 是什麼方式 可以保證我們往生 怎麼樣念佛能保證我們往生 主師有言 那我也不必多說 我也不是自己的講法 這也不是我自己的講法 那是祖書所說 所講 就是教我們 要信願持命 要忧心忧願 那麼持命念佛 這樣 有辦法保證給我們往生 要信願持命 那麼保證讓我們往生 但是 現在是讓你往生的 你認中的時候 有可能你沒辦法持命 臨中的時候 你可能 乃至於這身體 都被擦胃管了 都不能念佛了 有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你插話說 你沒辦法念佛 對吧 所以說 真是讓你往生 老的大師有說 偶義大師有說 這也是古來的通判 古來 祖古以來通判 就是說 你臨中的時候 那個 法官往生的 正願清措明佛 真正保證你往生的 與其說 信願行 其實再簡單的說 那就是臨中的 正願 不動搖 堅固 不壞 臨中 臨中的時候 那個怨心 堅固 怨往生的心 堅固 堅固 臨中的身體 願心堅固 不動搖 不腿 不動搖 這是 最基本 那問題是 什麼 是什麼 是什麼 是元 王生的元 但是 我們臨中 有幾種情形 你要知道 我們臨中有幾種情況 臨中的時候 有種種的苦惱 不捨 種種的不寫 苦惱 辛苦的病痛 還有我們過去是所造的惡業 它通通會在我們臨中的時候 極端的現前 極快速的現前 很快的現前 所以它的犯害到我們的政念 妨害了我們的正面 因為這樣 所以做成功 我們臨中的時候 本來講得很簡單 就是臨中正願王生 所以我彌杜第十九願 彌杜第十九願 它只叫你發菩提心 平常廣作功德 那麼呢 深入佛法 第十九願 彌杜第十九願 四十八願的第十九願 他叫你發菩提心 受諸公德 那麼呢 對台性法要特上信用 那麼呢 就做種種的公德 臨中的時候 只要復興 復興 只要復興 臨中復興 復興 你就放心了 他並沒有說太多了 他甚至沒有叫你 就要 奈子一日六十 奈子一日六十 奈子七日兩分一心不來 他甚至沒有說太多了 他的本願裡面 他也沒有要求太多了 一日和七日 是積極佛法 他在那三步的世界 對眾生說的 對我們說的 但是彌杜的本願裡面 福安的十八十九二十 他並沒有這樣要求 譬如說 你只要做得到 你有什麼方案都可以 你只要臨終 你正願不失 你哪個辦法都可以 哪怕你平常做種種的功德 弘揚大乘佛法 那麼呢 臨終信願堅固 一念回向 平常都沒唸佛 臨終你一念回向 你照樣往生 照樣往生 所以你 十元經裡面 他的下聘 下聘下聖 也是一樣這樣說 下比下身也是這樣講 哪怕你這一輩子都造惡 那臨終的時候有善之事 過去的善緣 善之事現前 那你只要 一念痛改前輝 一念痛改前輝 那麼福安往生 你一念也是往生 無量受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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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量受精的下官裡面 對 對 他也是甚至說這點就往生 一念就往生 所以說 如果我們要修進度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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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說我們要怎麼保證 我們臨終這件政念是清楚的 不動搖的 我們怎麼保證我們臨終這個正念 是清楚的 不動搖的 我說起來 我們可以試試看 你們有人自己開車來 對嗎 有嗎 你們自己開車來嗎 有 還是你們坐車來 都沒關係 你如果坐車來 坐飛機來 我不管 你坐來 你要坐車 你開車來 你開車來 還是自己坐車來 你心都要錢 你開車來 車要放在 放在停車場 好 現在你聽快聽得很開心 你換個頭 哇 膝蓋不開心 或是說 你現在聽快聽得很開心 來 王先生好喔 現在就一出去之後 你的車減一個片 你的車問給我演鬼 打開問我 公婆 裡面的東西叫我拿走 那你跟媽媽 媽最無形卸掉 如果剛才聽快聽 說王先生很快樂的這件 開心的感情的真實 一刀都不開心 你知道意思嗎 我們的心情就是 受到這個外境 突然間的外境 這是我們沒辦法面對的外境 馬上影響到我們 表示我們的心變化很快 喝醬的時候 我們愛的王 母 子 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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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離我們離去 還有我們的生活 怕痛 不然一直在痛 風你掛 讓道風你掛 這樣才會痛苦 這個時候你的經驗會是 這是第一種 種種的苦惱逼迫 貪然不捨 貪量不小 苦惱疲疲 身體 受帶不住的痛苦 你喝醬 你喝醬 有種種的 大海的這個刀 一直給你 像大的刀 刀海一樣 一直過來 一波又一波 然後再加上什麼 加上什麼 無量夾以來所做的 無量夾以來所造的惡業 那他會怎麼樣 那些以前被你殺的 被你害 讓你抬 讓你害的那些人 都現前 來跟你抓 都現前來找你 你喔 不但痛苦 還加上恐懼 不但痛苦 我加上恐怖 這是第二種 這是惡炎現前 第一種 煮苦逼迫 逼迫 逼迫 煮苦逼迫 再來 業障現前 第三 濕氣難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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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說濕氣 你現在不想聽某某人的話 你跟他們有不好言 結果那個人又走出來 讓你聽到你的話 其實 你本來 你很喜歡吃某種東西 你很愛吃什麼東西 你喝中的時候 對你的評論那種東西 你 那我 有肉麵 有肉麵 黑麵就好了 有肉麵 有人 我以前10個家 真的要吃牛肉麵 黑麵就好 差不多 真的要吃 他的濕氣在那裡 掉了 喝中的時候 你喝中的時候 十公里之外 有肉麵 你在這裡平的中 你看看 有可能 有 很可能 就跟女兒這樣 那個女兒 你在偷媽的聲音 你也聽得對 好 我去種種的煩惱 那實際現前 你的筋喔 脫甘變賴 會這樣 會這樣 經常有這麼講 你最愛的 最恨的 你實際中最喜歡的 你實際中最喜歡的 臨終的時候 突然間跟你現前如幻如影 如幻如畫的現前 如幻如畫現前 會這樣 所以說 業 喜氣 逼迫 苦惱逼迫 等等 厭啦 濕氣啦 逼迫啦 苦惱逼迫 鼻孔的逼迫 修理的臨終這個靜緣 沒辦法按住 沒辦法按住 所以啊 這個願心不堅定 因此 祖書說 你要依心 來加強你的願 憑親 依你的願 來堅定你的行 要用這個行 又再換起來 驚告你的願心 消滅到你的業章 它濕氣 鑽化到你的濕氣 你臨終的時候 業章消滴 後來不現前 辛苦疲痛 為什麼 沒來堅定 你的濕氣 沒太多 沒太多 所以你就沒去屁 到人家在煮牛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 所以說 本來說起來 不正是臨終的願心 不正是臨終的願心 為什麼要不再信 和行 來做頭尾 因為 有信 你的願就越堅固 有願 你的行 就要去行 用這個行 換起來 讓你去行的中間 越來越近 你越看越發育 越會越堅固 譬如說 我們來背山的時候 人家跟我們說 我現在背那個山 從這條路上去是不是 初初你要進山 人家跟你說 是 你覺得怎麼樣 你半信半疑 你怎麼背 怎麼懷疑 怎麼看 我們不知道 是不是這條 走走走 越看越近 越看越近 走到外面 最高 你的山頭在那裡 那個時候 你對這條路越走越有幸福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這樣 就是 你有去走 有接近那個目標 你就越來越有幸福 你就越堅持 那個目標 同樣的意思 我們的官 如果沒有去行 我們離那個黑米圖 很狠 雖然說 他也要往生 但是我們倒他 我說 林總起三義 林總起三義 會這樣 所以你就要去行他 讓你越來越接近 越來越接近 就是說 會往生那種可能性 你知道嗎 你會越堅定 你會完 啊 這樣為什麼 那黑米圖沒有騙人 我這麼黏 那時候心情清 那麼 會適合世界 那種感受 感受的起來 感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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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受得起來 那麼這樣子 你就會越來越樂意發願 你就越來越 樂意發願 你就越來越 那就是黃密圖經 你看到 他最終會 成功的 世界的理由 向你去信心 我們的 祝福的感化 看你 要行 看你 要發願 就要黃先生 所以說 你就要發願 發願之後 你說 由一人 你一心不亂 你愛 支持明明 那就是要行 你黃密圖經 是四驕夫做特別對我們教的 這個信願形三種 願音就是在這裡 有信來主論到這個願 這個願就要用形來建構我們這個願 基本性是這個願要建定 不可動搖 認證的時候這個願不可動搖 因為我們凡夫有夾 有欲言 如果這樣有熟悉 有肉體的疲憊 臨中的時候痛苦 讓我們這個願不堅定 因此要用信和形 要怎樣 平常是來堅固 平常來消業 讓我們愈來愈向的 王生的願心堅固下去 所以說信願形的體積 神秘道經 我們設教佛道的尋求所算 信願形是彌陀經中我們世尊 親口所說的 所教的法門 那麼也是古來祖師 長期以來 教導我們要修的方式 修淨土的方式 原因有它內在要堅固 原因就是它內在要堅固 要堅固 堅固我們的性緣 堅固我們的人中的關係 目的就是在這裡 如果這樣 如果主義有了解 刷下去 我們就要說 如果這樣有性緣 有性緣 就好囉 跟天台的交流有什麼關係啊 好 有關這部份 當然 可以說 也可以不用說 但是說下去 你的信心會那麼堅定 有關 這種道理 我們現在要刷下去 要再來說 那麼